欢迎回到我妈妈厨房 今天分享素瘦肉炒面 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到频道上点击订阅 记得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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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我们又见面了 大家都好 今天呢 Auntie想分享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素面 非常简单的一个素黄面 这个呢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黄面 好 现在Auntie来 告诉大家所有的材料 这里呢 就是素 瘦肉 它里面呢 是这个样子的 朋友 它是一片片的 Auntie把它切成这样 它放多放少 你们自己喜欢啊 它这一包很多的 还有这一个 杏鲍菇 辣椒两条 还有这个小白菜 现在Auntie来调它的 酱汁 它的酱汁呢Auntie放了一点水 这个就是 香菇菌啊 Auntie用一点点 放一点点在水里面 来点生抽 再一点生抽 黑酱油 还有这个 香菇蠔油 用一汤匙 还有接下来就是木薯粉 放一小匙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呢 杏鲍骨已经切好了 这个酥瘦肉也是切好了 现在开始来切辣椒 好 我们可以去炒了 这个油锅已经开始热了 我们把这个酥瘦肉 这个酥瘦肉非常的香 它有香腥的香味 酥瘦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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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拿来炒饭炒面都非常适合 这个酥瘦肉 好 我们给它包好一下 朋友 这个酥瘦肉呢 Aunty炒到好香了啊 Aunty关火把它放在一边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烫这个黄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烫这个黄面 这个水滚了 我们开大火烫一下子 好 这个时候呢 Aunty又把这个酥瘦肉 然后再开火 Uncle拍这个酥瘦肉 这个时候就放这个辣椒 我们看一下 这个酥瘦肉炒到好香了啊 hot 冰糖 铃就在 Whole Rob 20毫米 好 这个酥瘦肉 溢出来了 薯瘦肉 Tおも haven 1分钟 好 把鸡肉放入鸡肉 放入鸡肉 爆炒一下 现在阿姨来加点调味料 小碗 只要倒汁就放多一点 这个时候阿姨就要加这个小白菜下来 叔叔和阿姨喜欢吃多多蔬菜 我们就加多一点蔬菜 我们看一下有点滋滋的朋友们 这个面有点滋滋的 非常的滑 这个时候阿姨来吃一条 好 当面口感咸不咸 很像这个酥酥肉这个香菇的味道 这个酥面呢 朋友们不要放盐 它已经够咸了 我们的酥面就差不多炒好了 好 阿姨再拿盘盘盘上来 朋友们 阿姨的酥面就炒好了 好多耶 好香 阿姨 这盘酥面就是晚上的晚餐 吃了 也是不想吃饭 想要吃一点面 好 我们可以上座了 朋友们 可以来吃 朋友们 阿姨的酥面煮好了 现在阿姨第一个来品尝 阿姨今天办公了 他们出来 看到这个酥食面 今天又是3月初一 阿弥陀佛 4月1号啦 3月初一 今天华人 华人是3月初一 是啊 这样我们就 阿姨做火啊 今天阿姨煮的酥食面 我看到 哇 阿姨 酥食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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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如果你们喜欢阿姨的影片的话 可以去游览这个 Scarlachill妈妈厨房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 现在我们来吃酥面啦 酥面啊 酥面啊 酥食饿了 简简单单的一个酥面 很容易煮喔 朋友们 只要买到一包酥酥肉 放在家里 什么面都可以煮 米粉也可以煮 老鼠粉也可以煮 如果煮老鼠粉的话 我们把这个酥肉 切小粒一点 炒出来也是非常的好吃 嗯 最重要的是辣椒 整天辣椒 没有辣椒不可以的喔 要酥的 这个也是酥 这个也是酥辣椒来的 是啊 这一般是 酱酥酱啊 天然的酥酱酱啊 辣椒酱 嗯 嗯 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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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个 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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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肉啊 酥酥肉啊 它很像那个酱酥的味道了 对 只要你们喔 把它 大湿 如果你们不要切 也是可以用手拿来大湿 之后放这个锅头里面呢 包到它香香 干干的感觉喔 我们才把这些材料放进去煮 哇 哇 今天这三个有吗 哇 三个不有 嗯 嗯 嗯 对不起啊 而且没有什么 我记得 好吃啊 好 吃吗 有三点不一嘛 今天已经好了 就是三点不一嘛 再下大鱼了 我们这里啊 下很大鱼了 我们这里啊 朋友们 嗯 好啊 朋友们 拜拜 朋友们煮这个黄面 记得不要放甜 它已经有咸味了 好啊 嗯 嗯 嗯 其实很感谢大家支持 感恩感恩 感恩感恩 如果朋友们喜欢 Skartu这个 频道的影片 可以去游规 妈妈煮饭 妈妈煮饭 我们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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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就分享到这里结束了 想要看更多关于妈妈煮饭的视频 记得继续游览 订阅妈妈煮饭